我要把爱心或者是猫咪要不要选 那我们就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重头戏 不是第二个,一定要第三个 各位通常到一刀剪爱心的设置了吗 好,来 来,回应一下,回应一下我们的故事 回应一下我们的故事 好,亲吾者 好,来,第一个步骤还记得做什么事情吗 对折 好,来,请你拿着你的爱心的纸 爱心的纸都拿到了吗 好,来,先不要急着折 因为你还没有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线 一要是什么线 所以折完以后 那白色彼此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外面 好,所以你要折这样子哦 我说是没有线的,你是有线的 所以对齐一号线 让它对折 可以吗 好,再来,二号线是什么线 今天最起码学完你要知道什么是三 什么是骨折起来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好,来,二号骨线 折下去,是不是要打折 变成等腰直脚三脚底往下折 有没有 二号骨线 好,接下来先不要急着折三号 为什么 请问你,你家里面有没有你手上的那一张有线的射纸 你家里面的射纸是不是都长这个样子 你如果回家以后没有那个有线的射纸,你不会走,你怎么办 所以你要注意听老师讲啊,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老师刚刚的故事,第三次发生什么事情 遇到了 自己放弃了嘛 你刚刚是不是遇到了 遇到了坏朋友 然后呢,自己又放弃 自己放弃的时候,你要找到点 找到什么点呢,注意看哦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这叫直角三角形,可以吗 好,注意看哦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以后你国中会学 这个 最长的,或是斜斜的边 这叫做斜边,来念一次 斜边 好,请你先找到斜边的终点 斜边的终点,怎么找? 就对折,就找到终点了嘛 对折,找到终点 有没有? 好,注意看老师的简报哦 注意看老师的简报哦 来,沿着斜边的终点 请你把这个尖尖的脚往下折,走到哪里呢 让他跟 这一条平平的线 可以垂直 这两条线可以垂直 啊,有没有学过垂直 有人有,有没有 啊,如果没有的,就请家长稍微 就是提示一下 什么叫垂直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的脚 跟地面就是垂直的 好,这是垂直 会长这个样子哦 哦,先过斜边终点 折一条跟底边垂直的线 跟底边垂直的线 可以吗 好,再来是不是要改变方向 改变哪一个方向 把尖尖的这个脚 把它往,来看这边哦 你可以看简报也可以看老师的手上 东西是一样的哦 就是把它往,尖尖的脚 把它往左边折下来 让它跟水平线可以贴在一起 跟水平线可以贴在一起 跟水平线可以贴在一起 可以吗 跟水平线可以贴在一起 好,你手上都有折痕 哦,你手上都有折痕 哦,你手上都有折痕 OK吗 好,那不要急着剪哦 因为待会我要让你拿空白的纸 再自己试一次 这样比较有感觉嘛,好不好 好,再来是不是要找到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怎么长 就沿着这一条线 桌上是不是有尺 如果你怕你折或者是剪不准的 你可以用尺稍微画一下 画一条直线,沿着这条线画下去 沿着这条线画下去 就是沿着图上的红线画下去 好,啊你 你们的如果设止上面其实都有线 其实你不用特别画 这个是用矿牌的剪出来的,对不对 好,刚刚我要偷偷的在底下剪的另外一张 来,注意听到这边有问题哦 要送小礼物哦 来,注意看哦 我把这张打开以后 你会发现,啊老师不就也是一张爱心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一大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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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刚刚剪的这个爱心 还可以剪出比它更大的哦 可是不太对啊 为什么不太对 你看我把这个爱心放上去 它不是已经把这个正方形填满了吗 怎么可能剪出更大的呢 除非你的纸更大张 有可能吗 我是用最中指剪的哦 我是用最中指剪的哦 那你觉得这个爱心怎么剪出来的 明明就有些不可能剪出更大张 我为什么怎么把它剪出来的 来,有没有答案 责法不一样 可是,我的意思说 我怎么样可以 我用讲,要画得怎么样 画出去更大的爱心 明明没有办法再大的不是吗 来 这个比较长 是什么意思 高度 它其实是等比例放大的 所以,它明明塞不进去啊 来 上面把它剪在 不对啊 你没有发现它比这个色彩大张吗 来 主都在一起 没有啦 这都没有连起来啦 好,来 蛤 剪的角度 呃 来 这边还没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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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来 来 这个 这边还没拉过 不是 我不要再 斜着剪 有接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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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折 来 剪下 就整个平线往前 剪到下面 那不是 不是不是 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意思是说 从那个剪到最下面 那中间 可是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 那两个爱心 那两个爱心不会长得一样 如果你平线往前 下来折的话 就斜着这样剪 啊 来 我们给他鼓鼓掌 什么意思啊 我安 我这样子 这样子 剪不就好了吗 这样子就可以摘进去啦 所以我要讲的是 其实这个爱心 并不是这个正方形 里面最大的爱心 好 那顺便介绍了一下 这是正方形 对不对 正方形的对称轴有 一二 知道对称轴吗 就是他左右对称上下对称 他不只两条 他有几条 四条 这个也是对称轴 这个叫对角线 我沿着对角线 画的这个爱心 才是最大的爱心 懂吗 好来 恭喜你 OK 好 那我再偷偷告诉各位 一个好消息 这一个爱心的 折法跟减法 更简单 你回去就不用再记那个故事了 好不好 可是这个故事还是很有意义啦 回去还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带给其他人 让你的数学学习更好 好不好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来 就是右边这个爱心 有没有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爱心 好 我要教各位怎么减这个更大的爱心 准备好了吗 老师没有模型 因为 你还记得刚刚那个模型有几步 折一二三 你是不是第四步 第四步 第五步就剪下去了嘛 刚刚是五号线就剪下去了 所以这个只有几步 这个比他少就四步 四步就不用发模型了 我们用色纸直接折就好了 好不好 而且你这个记起来了 下次如果这个 前面这个忘记了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还是可以减住一个爱心 好不好 好来 请各位再拿出张空白色纸 我们要教你怎么减 更大的爱心喔 随便一张都可以 还有十分钟 我有一点点时间压力了 来 好了吗 好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 这一张 就是我们要玩的这一个成品 它的 它的关键在哪里 它的关键是不是在 它的对称轴是我的对角线 所以第一步 请你 沿着对角线 折出骨线 老师为什么上面有日文 因为这个是尊重原创 原创是日文 我把原创的那个内容留下来 好来 你可以看着萤幕 或者是看着老师的 手上的纸都可以 一模一样的东西喔 沿着对角线 折骨线 它会变成一个 等腰直角 三角 三角 琴 好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喔 很简单喔 好 再提示一次 有几个步骤 四个 好 我们已经完成一个了 老师绝对不能超过四个 好,来,折弯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好,我刚刚讲的是什么三小型 折腰,折腰,折腰,折腰 好,非常好,来,接下来 折腰这个很小型,两个脚 如果是,应该是四年级,应该就学过了 那两个脚就叫45度 请你找出一个45度的脚,折出它的一半 折出它的一半,就是这样 来看这边,上面有图,老师这边有模型 折出下面这个脚的一半 它就是这样,这个最斜斜的边 还记得我们刚刚叫斜边 跟这个边可以靠齐 对,变成冰淇淋甜洞 冬天不要吃冰淇淋 OK,变成 可以吗 OK 好,变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冰淇淋甜洞,好了吗 你们的冰淇淋甜洞,好了吗 好,等你,完成你的冰淇淋甜洞 好,几个步骤了 两个,第一个折一半 第二个折45度脚,对不对 好,你说老师,我折的45度脚跟你不一样 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45度脚,对不对 再折,脚比分线 就是再折一半 来,我把上面这个45度脚 一样,让上面这个边 跟这个最长的边 贴在一起 贴在一起 好,所以 再复习是我们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把正方形先折 对折,折什么线 对角线 第二个步骤折,哪个角度 45度脚的一半 第三个步骤还是折 45度的一半 对不对 好,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 我刚刚说准备要几个步骤 四个 那第四个步骤就要拿什么了 剪刀 那剪刀怎么办 就要剪了 要怎么剪 你觉得要怎么剪 剪平平的吗 剪些些的吗 来,剪一剪 来,看这边 看你的图 看那个剪报的图 对 有人很有会跟 沿着这条线 剪下去 看懂了吗 需要再一次吗 沿着这条线 剪下去 它其实有一条折痕 沿着这条折痕 剪下去 把它打开 请你把它打开 看看是不是一个更大的爱心啊 创商 最后一条折痕 这个 我看要是 创商 我最后一条折痕 是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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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